自律神經失調 自律神經失調 他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知道 自律神經在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所有器官 其實都是有自律神經在控制 那也就是說家裡面的開關故障了 它就很多電器啦 很多燈它就會產生問題 譬如說發生在眼睛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視力模糊啊 然後眼睛乾涉啊 如果發生在鼻子的話 就常常會覺得 有人會覺得鼻子太乾 或者是說會覺得鼻塞會變得嚴重一點 那如果發生在嘴巴、口腔 就會覺得口乾舌燥 那到了胃食道的時候 你的胃食道機能 如果自律神經失調 那就會產生胃食道逆流 容易脹氣 那麼到了那個大腸的部分 大小腸 有的人就是會變得很容易拉肚子 然後或者是說有人就會變膩 變得比較厲害 那麼如果是在泌尿系統的控制出了問題 那麼就有可能會膀胱過洞 就是一直想要上廁所等等 那麼如果說是發生在我們腦神經的部分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說 表現出來可能是憂鬱啦 或者是恐慌啦 或是焦慮等等 或是失眠 所以自律神經的失調 簡單的來講 就是說我們的 器官的一個機能的調整 控制出了問題 那它表現出來就是這些器官的一個症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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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